你現在是要問我什麼 要問我黎秉穎嗎 不是啊 當上現在說房子醫療崩盤 現在就已經崩了嗎 還是你要講一下黎秉穎 你要對他再改回10加7 沒有我覺得黎秉穎就是在胡說八道 他真的就是個老翻顛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東西 只要居隔從3加4改回10加7 那是黎秉穎照你知不知道 居家隔離3加4 那是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3加4 然後現在連確診者都是7加7 你叫確診者的接觸者改成10加7 你是不是老翻顛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確診者現在是7加7 確診者的密接者是3加4 然後你現在說要確診者的密接者 從3加4改回10加7 那確診者咧 確診者是不是也要改成10加7 不知道啊 他到底知道他這裡在講什麼東西啊 而且他說這樣就可以防止醫療崩盤 他在鬼扯淡 因為現在的醫療崩潰 根本就跟這個沒有關係 是你們花了很長的時間 該做的事情什麼狗屁都沒做 你早就該做的那些輕重症分流 那些什麼都沒做 你現在你就不要蓋方艙醫院 你就不要蓋 但起碼你要想辦法做到一個 輕重症分流你都沒做 你現在是用內卷的方式 叫醫院想辦法生出那30%的 多30%的不管人力時間 精力資源跟病床跟病房 怎麼生啊 這是內卷的就卷不出來啊 你應該用外加的方式 去做這個輕重症分流 但沒有辦法 那你是不是也 但你知道說完全沒有也不是這樣子 我今天來上節目的時候 就責任重大 因為我有很多醫師的朋友 護理師的朋友 他們在講說可不可以拜託 你在幫我們客訴一下 有些事情真的太誇張了 有耳鼻喉科的診所的醫師 然後呢在上一波 是那耳鼻喉科的學會的理事長 一個一個打電話給他們說 拜託你加入這個PCR的行列 因為大醫院做不來 我求求你加入好不好 然後他本來不想要的 然後後來就是覺得說 哎呀沒辦法 這個理事長都親自打電話來了 然後就說這個人情一定要賣 於是呢他就說好好好 加油加油加油 禮拜四接到電話 禮拜五就被寫在網頁上去了 禮拜四晚上接到電話 什麼都沒準備 隔板啦 你寫在網路上 難怪許小星會說查不到 沒有還沒有啟動啊 就是沒有 就他禮拜四晚上接到電話說 好好 就寫上去了 禮拜五就被公告在網頁上 他什麼隔板都沒有 防護衣也不夠 什麼所有的一些設備 怎麼樣隔離 什麼樣SOP動線 全部沒規劃 禮拜五就直接被放在網路上面去 然後被罵了一天 因為說我們還沒開始啊 我們還沒開始就被罵了一整天 這在幹嘛 這在幹嘛 這剛剛我聽到亮哥在講什麼 現在軍醫院什麼的 現在我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在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 被病毒追著跑之後 在胡搞瞎搞 然後慌張成一片 然後除此之外 還有另外客訴是什麼 今天今天 等一下你們會談到 其實忍不住想先講一下 先講一下視訊看診的 視訊看診的 你知道我昨天 我昨天跟所有 接觸到的來賓或朋友 在打賭 打賭說今天會不會當機 我請雞排 然後結果沒有人要跟我賭 因為大家聽到是唐鳳做的 就當機保證 沒有人要賭不當機那一邊 然後果然今天就開始當機了 而不是當機之外 還有更荒謬的事情是什麼 更荒謬的事情是 好像所有那些醫師朋友 他們群組都在傳翻了 每個人都是想說 都一大堆問題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現在我們的這個 所謂視訊看診之後 然後才能用快篩陽 然後給醫師看完之後 然後才能確診 才能算是確診 那他現在規定說只有三類人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跟自主健康管理 這三類人 然後醫師就問說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辨識他這樣的身份 有很多因為接觸 確診者在家隔離的人 他已經要解隔了 他還拿不到隔離通知書 他坐在我面前的這個人 他說他正在居家隔離當中 我要怎麼認證他 我要怎麼認證他 他也許真的是 但他沒有居家隔離通知書 那所以我到底要當他是 還是不當他是 最後結論是兩種 一種就是醫師自由新鎮 我說他是就是 另外一種就是 他變成要很多醫師 他們是跟著醫院 一起討論之後限縮服務 就是比如說你 馬千惠是本醫院 登記在案的收治病人 或是說什麼的 然後你的接觸者 我可以查得到 所以我才幫他看診 就這樣子 衛福部指揮中心 有告訴我們該怎麼做嗎 沒有 然後最荒謬的 我剛看到新聞已經寫了 最荒謬的事情是說 那個給醫師的虛知裡面 有講到說 你要不用看著病人在你面前採檢 等15分鐘等不了 但是你必須要看著 看著病人在你面前 把他那個兩條線的 那個給銷毀 剪掉 剪不掉 我要剪掉這個啦 要用這種啦 對 那個剪不掉 那個要用那種很大老虎錢 一般家裡面那種 這個是什麼 老虎錢啦 一般那種 剪電線的那種還剪不斷 要這種很大的 那不剪掉會怎樣嗎 會被罰嗎 不會被罰啊 因為沒有人管啊 這就是一個白癡政策啊 根本沒有人管啊 只是他的規定 如果你要按照他的規定的話 你要剪掉 你就得這樣剪啊 你就得這樣剪啊 你家裡面沒有老虎錢的 不要輕易嘗試喔 OK 好不好 家裡面如果是小朋友 一個人在家 或是說沒有大人在看管的時候 不要隨便給醫生看診喔 你拿老虎錢很危險喔 就是這麼多就是這麼多荒謬的做法 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知道 都是被病毒追著跑之後急救張 然後什麼規定也沒有想過 他到底能不能執行 該怎麼執行 跟執行的執行的有沒有成效 就這樣胡搞瞎搞 所以好不好 今天是一個客訴的概念 國際護理師之類 助所有的護理師 我知道你們可能沒有過節心情啦 我們先撐過去再說 好那你不要說呢 現在什麼這些特效藥不夠啊 就連中藥也拉緊報 台翔 這送藥也是很有問題啊 所以你們列的不是廢話嗎 就沒有啊 沒有藥啊 每個人告訴你說要吃 怎麼會沒有藥啊 就每個人告訴你說要吃藥吃藥 我也知道要吃藥 但是沒有藥啊 就沒有啊 那不是怎麼會沒有藥啊 就沒買嘛 就沒買 不然你要怎麼樣 那為什麼不買嘛 我不知道 已經問陳時中啊 所以這就講到最後 就沒有不知道怎麼繞了嘛 你為什麼沒有快山 你為什麼不買 為什麼不買 然後呢 這個世界上又不是買不到 為什麼你不買 然後呢 口服藥 為什麼你不買 就不曉得 不能理解啊 哎 你看越南 昨天我看到新聞講說 越南那個新冠的口服藥 因為它是學民藥 但是藥房就有得賣 所以越南可以提早解封 為什麼 因為它就真的可以把新冠肺炎 當成是感冒藥 因為我要買藥買得到啊 防重症啊 然後呢 大家打過疫苗啦 然後要快山有快山 要藥物有藥物 它就可以真的進行解封 它就可以真的往 跟病毒共存去走 但我們不行啊 我們不要 其實我也覺得我們不應該 用解封這兩個字 去形容我們現在的狀況 我們這個狀況 就是放飛跟躺平啊 解封的意思就是說 像人家準備好了藥物 準備好了所有的機制 然後呢 準備好了 這個快篩劑 然後呢 公佈了政策之後 大家往共存的方向走 但我們不是啊 我們是已經發現 這個病毒已經大爆發了 這個感染人數已經追不上了 所以我們開始說 哎呀 我們這個啦 這個不用管了 那個要解封了 這個要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狀況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就沒有做好準備 所以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我們就問這些問題 其實到最後都變成大災味 就是因為政府完全沒有準備 他現在每天都是 被著病毒追著跑之後 來想出那些政策 今天 剛剛陳時中不是有講嗎 說這個國際護理師節 然後希望大家一起 把精神拿出來 再打好最後一戰 我又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2020年的12月 然後呢 蔡英文總統 去視察指揮中心的時候 就講說 我們已經來到了病毒 跟抗疫戰爭的九局下半了 2020年的12月就九局下半了 然後到2022年的這個5月 還在打最後一戰 這第九局也打得未免太久了一點吧 所以你就知道 這是疫群250 這就是一群完全沒有準備疫情的人 他每個人想的 就會想要在疫情當中 去攫取一些政治的紅利 去甚至去賺到一些 真的是一些國家的資本 就比如說 比如說剛剛你們上一段討論很高端 其實我很想講一下高端 這些事情 我的好朋友高端 大家不要忘記了 為什麼 為什麼福佑達他又是一個高端幫 然後他可以獨家去撈拓疫 快篩這個生意 然後算一算 有這個宏廷昨天算45億的暴利 然後後來講說 今天沒賣那麼貴 可能大概可能會有30億 不是有45億 誰講45億的亂講 可能宏廷又要被告 我們可以一起手先手去開庭 30億就不是暴利了嗎 是 我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細思極恐 你想一下 去年高端的時候 高端的時候 高端是 但是還沒有通過EUA 他就已經開始大量製造 因為政府就已經保證會採購 採購500萬劑 但是那個合約不是500萬劑 那個合約是500萬劑 你立刻要給我供貨 但是還有500萬劑的開口合約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打下去 不錯 民眾都打 全國民眾都打 那我就再買你500萬劑 我會買到你1000萬劑 然後高端還甚至還今年揚言說 他今年可以做1億劑 不是嗎 所以當時民進黨政府的規劃 就是高端是要買1000萬劑的 500加500 那500萬劑多少錢 45億左右 他那個合約簽的就是45億 46億左右 結果後來呢 是被一些這種 對不對 白目仔對不對 像我這種白目仔 或是像我們中天這種政論節目 持續在罵 很多人在罵 大家都罵下去之後 很多民眾真的不打 連最初的500萬劑都打不完之後 他後面怎麼好再開口去 去履行那500萬劑的合約呢 所以怎麼辦 怎麼辦 高端少賺40幾億啊 高端少從國庫搬40幾億走啊 你要怎麼補給人家啊 拖一塊篩嘛 為什麼要拖一塊篩 給他做獨門生意 除了40幾億 30幾億的利潤 你欠人家的啊 你欠高端40幾億 我們國家欠他 我們所有人都欠這家公司40幾億啊 他現在還少賺你15億啊 你真的是對不起他 跟高端道歉啦 叫你塞就塞 叫你口水吐就吐啊 就是這樣子啊 一切都是這樣子的邏輯 每次你會問那種問題 為什麼要物不買 為什麼這個不買那個不買 我幹嘛買啊 這很重要 我是在防疫嗎 我在撈錢啊 我是在撈錢啊 你以為我在防疫嗎 好 這樣就懂了 OK 旺旺水神呢 它是微酸性電解次律酸水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呢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慈奇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 然後物化器還有生成機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啊 优优手 你只可以吃它的